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5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这是自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高级别外交官首次到访约旦河西岸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阿巴斯表示只有为巴以冲突找到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才会在加沙地带担负起责任 该解决方案必须包括约旦河西岸 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 布林肯则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应该在加沙地带的下一步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 另据路透社援引阿巴斯发言人的话报道称 阿巴斯在会谈中还对布林肯说 巴以之间必须马上实现停火 人道主义援助应被允许进入加沙地带 当地时间5号晚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在接受天空新闻台 阿语频道采访时表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已经呼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 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不会允许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被强制迁移 巴勒斯坦总统 巴勒斯坦汀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阿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